我没有想到中国的一批知识分子如此之堕落 这是贵久了站不起来了吗 扬言南京大屠杀完全就是误杀 是因为中国人反抗太激烈 错在中国 还说抗美援朝完全就是中国的一个阴谋 还说美国原本不会打压中国 就是因为中国反抗美国 美国才制裁中国的 这些话都是眼前这个人说的 网上传着这么飞飞扬扬 我却安然无事 他还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授 拿着国家给的特殊津贴和福利 居然多次站在日本的角度给日军洗地 想方设法地给日军的各种罪行辩解 当着我们14亿中国人还能大言不惭地说出这种鬼话 真的是恶心之急 点个关注 咱们今天就来聊聊 狗汉奸冯伟 叫他狗汉奸那都是轻的 冯伟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授 同时还是日本研究中心的兼职研究人员 在进入复旦之前 他一直都在日本大学授课 在1995年到1997年 他在日本奈川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2000年到2001年 他又在韩国深造了一年 深造完之后 又跑回日本庆英大学做起了教授 后来又被复旦大学收录 从整体来看 我们有理由说 在他进入日本大学教书的那一刻 他就已经在为日本军国主义洗地了 就已经是一个狗汉奸了 不然你冯伟作为一个中国人 凭啥去教日本学上 要知道日本这个国家 到现在都还没有承认过历史 没有承认他们在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罪孽 而冯伟作为一个中国人 还是一个专门研究日本历史的教授 如果他不是亲日分子的话 日本人怎么可能让一个中国人 去教他们的后代 而且后面回国到复旦 也极大可能是被日本派过来的 不然这个冯伟为啥回国之后 就一直在发表一些惊世骇俗的鬼话 他说南京大头杀杀死的那些人 完全就是误杀 这是一个中国人能说出口的吗 你这个卖主求荣的东西 他还说是因为当时国军混入人权 所以日军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 迫不得已才杀人的 我是真的搞不懂 你作为一个教授 怎么可能说出这种话呢 难道已经投降的国军就应该被屠杀吗 难道迫不得已才杀人 就不是杀人了吗 你是真的不怕南京的三十万冤魂 来找你算账吗 按照你的意思就是 南京城那么多冤魂 你一句误会 就可以了结恩怨了吗 你撒泡尿照照自己配不配献 你那么喜欢日本 你就应该改个日本名字 叫杨伟依次郎 真不是个东西 还历史系教授呢 都研究到狗身上去了 我们不要认为现在 在按照以前的说法好像说 日本什么都是为美国马首市场 够汉奸 数典忘祖 居然公开说南京大屠杀是误杀 错在中国 不在日本 你还真以为你是杨伟依次郎呢 是个中国人都知道 南京城被攻陷之后 日军在南京城内无恶不作 烧杀抢掠 奸淫妇女 小孩子也不放过 甚至还发生了杀人比赛 而比赛的奖品仅仅只是一瓶葡萄酒 那是两百多条鲜活的生命啊 在鬼子的眼中还没有一瓶酒柜 这就是你说的误会 真是满嘴喷粪 说什么国军混入了百姓队伍 国军放下了枪跟百姓有什么区别 在日内瓦公约中 明确地提到了不准屠杀百姓 不准杀害俘虏 这个你是只字不提啊 为了掩盖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 日本人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屠杀 集体活埋 手段残忍之际 三十万人死亡啊 这就是你个狗日的说的误会 你真以为你去日本留学了几年 教了几年书 你就是日本人了吗 真的骂得败类 你把你祖宗十八代的脸都丢光了 还说朝鲜战争是中国主动挑起的 是毛主席判断错了形式 美国根本没想打压中国 你真是当狗当习惯了 毛主席的坏话你也敢说 没有毛主席 你能有今天的生活吗 朝鲜作为我们的邻国 如果被美国给侵占了 到时候你一举一动 全部在人家的监视下 你撒胖尿 人家都知道你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 在你旁边搞军事基地 想打你就打你 这难道就不是赤鲁鲁的威胁吗 一个小朋友都知道的道理 你难道不知道吗 狗汉贱 你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到底是谁给你的底气 让你在中国大放厥词 真的不敢相信 这样的人还能当上教授 而冯伟所做的孽不仅仅是这样 更让人气愤的是 冯伟还明目张胆地在课堂上 把他的邪恶思想灌输给学生 向学生灌输卖国思想 有同学在课堂上提问冯伟 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策 有什么政治意义 冯伟的回答是 从根本上来说 这是迎合了日本本国民族感情的需要 同时还向学生灌输 参拜靖国神策 不能等同于复活军国主义的观点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冯伟说的 他还不断地美化日本甲级战犯 东条应激 你是不是在日本留学的时候 头被门夹了 是个人都知道 厕所里面全都是在清华战争中 犯下滔天杀孽的罪人 是中华民族最大的仇人 你怎么敢向学生灌输这些理念啊 真是民族败类 真的是心中有无数的中国话想说出来 说出来显得我没素质 不骂又忍不住 真是民族败类 吃着中国的饭 还砸着中国的锅 天下哪有这样的美事 民族败类冯伟 各种角度给日本军国主义洗地 不断地站在高堂之上发表着卖国言论 说钓鱼岛不是中国的 中国是锅度日本的领土 钓鱼岛实际上是日本的 更无耻的是 冯伟还公开发表了文章 日本是无条件投降嘛 不承认日本在1945年战败后投降 还说我们的八洛军副总参谋 左权将军不是在抗战中死的 而是死在了自己人手中 还历史较瘦呢 怎么说出来的话比三岁小孩还要弱智 说侵华战争不是日本的错 是因为中国人抵制日货引起的 这个狗汉奸的罪孽真是数都数不清 光我上面说的这些都只是一小部分 他的这些言论是个中国人都要喷他 但他将喷他的人比作是爱国贼 还给这些网友扣上文革的帽子 你这个汉奸到底明不明白 这根本就是原则问题 是道德问题 是民族感情问题 是祖国利益问题 在如今的这种局势下 他不断地美化日本 绝对不仅仅是在推进中日友好而已 日本到底给了你什么 能让你做出这种冒天下之大不为的事情 还不承认自己是汉奸 像你这么一个不要祖先 不要爹妈 不要脸的东西 不是汉奸是什么 最可气的是 有网友多次举报他发表不当言论 要求将他革职开除 但是负担的回复是 冯伟在外面发表什么言论是个人行为 真的生气啊 作为一个教授 发表这种言论 能间接地影响多少学生 我不知道 但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 冯伟说他不亲日 负担就相信了 如果一个罪犯被抓的时候 说他无罪 警察会放了他吗 太令人气恼了 虽然说中国是一个包容的国家 发表这种言论并不违法 但这个狗汉奸是真的在不断地试探中国底线 言论一次比一次过分 太上祸了 最后 我想说 我们现在能有这样的生活 最应该感谢的是 当初为了新中国而奋斗的那些人 没有他们 就没有我们现在的生活 忘记历史就代表着背叛 写的有点上头 粗口报的有点多 多多包容一下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